只是不让拥手抓着吃饭 她抬手就是一巴掌 女人也没有惯着她 反手就打了回去 接着两人便你来我往地互抽了起来 女孩只要打一下 女人就还回去一下 看占不到丝毫便宜 她便开始敲桌子 拥手在脸上表达不满 见女人没有任何反应 她又开始在房间里摸索着寻找家人 殊不知她的家人早就被女人赶出了房间 就连房门也都已经全被反锁 找不到家人又逃不出房间 女孩先是肆意打砸房间的东西 接着又疯狂地拍打房门 女人并没有任由她胡作非为 而是将她一把抱起并放到了凳子上 然后把她的双手按到了餐桌上 女孩前后安静不到三秒 就跳下凳子跑了出去 她每下去一次 女人就把她抱回来一次 就算是钻到桌底 也会被女人直接拽着腿拖出来 看这样反抗没用 女孩直接爬上了餐桌 她用脚胡乱地踩着脚下的食物 希望能在高处嗅到疑似家人的气息 这次女人并没有强行把她拖下来 而是在下面神情紧张地观察着女孩 女孩转悠了半天 突然从边上坠落 好在女人眼几手快一把接住了她 当再一次把女孩放回凳子 此时女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也许是感受到了女人的善意 这次女孩终于没有再离开凳子 饥饿的她又想用手直接抓食物吃 却被女人再一次制止 她想让她用勺子 女孩却死活都不愿意 女人每塞到她手里一次 她就丢掉一次 连续几次后 她愤怒地把勺子甩了出去 女人想让她把勺子捡回来 她却跑回凳子上 并用双手死死扣住凳子 女人强行掰开她的手 再一次把她抱过去 这次女孩终于愿意捡起勺子 可刚回到座位 就又把勺子扔了出去 女人被搞得筋疲力尽 但依然不愿意让女孩用手抓食物吃 而是转身从贵处中 拿来了更多的勺子 这次她强行握住女孩的手 往她嘴里围 女孩紧闭小嘴死活不愿意张开 只要女人一松手 她就把手里的勺子扔出去 每当她丢掉一把 女人就换一把新的继续 这样连续多次之后 终于把一口食物未进了女孩嘴里 本以为她会安安静静地吃下去 可下一秒 女人拎起桌上的水壶 就泼了女孩一脸 这下女孩彻底地蒙了 接下来没再反抗 而是老实地用勺子吃了一口 女人趁机用手 在她手心比划了几个字母 并让女孩摸着自己的脸 表示很满意 结果却被女孩一把抓住头发扔到了地上 接着两人在地上扭打了起来 这种情况一直从早饭持续到了午饭时间 被放出来的女孩害怕地快速 躲到了盆栽的后面 看她瑟瑟发抖的样子 女佣和母亲都被搞得一脸的震惊 这时一脸狼狈的女人 却走出来告诉母亲 虽然现在房间那一片狼藉 但海伦不仅学会了用勺子吃饭 还学会了把餐巾叠好 我会在我的房间 女人 这让母亲一脸的难以置信 她蹲在地上抱着海伦袭击而起 母亲之所以如此的激动 是因为海伦又蚊又虾又雅脾气 还非常的暴躁 一直以来 全家人都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也正是这个女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讲到这里 我想应该有人已经猜到女孩是谁 她就是19世纪 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海伦凯勒 她的著作曾频频出现在 我们小学的教科书中 至今经久不衰 愈发耐人寻味 那对于这样悲惨又难以承受的童年经历 她到底是如何创作出那些伟大而流方百世的作品的呢 海伦于19世纪末期出生在一个军商家庭 出生时她还是一个健全的女孩 本该有一个天真快乐的童年 可在她19个月大的时候 一场星红热朵走了她的听觉和视觉 渐渐的她又失去了唯一能够与人交流的语言能力 自此之后 原本五彩绚丽的世界顿时黯然失色 海伦的人生也彻底被黑暗笼罩 她再也听不到鸟动人的歌声 再也无法在辽阔的田野里追迷光阴 她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谨慎的触觉和嗅觉 可对于一个深陷黑暗的小女孩来说 这唯一的交流方式也显得过于苍白无理 于是在这种环境日复一日的影响下 海伦的内心世界开始逐渐凋零和枯萎 她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敏感和暴躁 动不动就会打砸家中的东西发现情绪 然而父母对此也无计可施 他们全都认为只要海伦开心就好 海伦还总是喜欢把手伸进别人的嘴巴里 男仆不知道什么意思 总会不耐烦地把她推开 接着她又会把手伸到自己的嘴巴里 正在玩剪指的女仆害怕她伤害自己 结果却被海伦放倒在地上 把手塞到了她的嘴里 并且抢过了女仆手里的剪刀 男仆害怕发生意外赶忙敲响了铃铛 如果不是铃声及时引来了海伦的母亲 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母亲不仅没有责怪和打骂海伦 还往她的嘴巴里塞了一块糖 吃到糖海伦这才算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这操作引起了家中哥哥的嫉妒不满 因为对海伦疾病遭遇的心疼和愧疚 父母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她 哥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母 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爱权都放到了妹妹身上 他当然也万般疼爱着这个 又翁又瞎又哑的妹妹 但比起疼爱 他的内心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 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海伦是在装翁作哑 父亲绝不允许哥哥这样说自己的妹妹 两人也因为海伦经常针锋相对关系异常紧张 家中的一切仿佛都因为海伦完全变了样 父亲一度认为想要家里恢复之前的平静 除非把海伦送去疗养院让他在那里度过一生 然而母亲却并不愿意 他认为肯定有人能治好海伦或者教会他一些东西 可父亲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再浪费感情 之前为了能治好海伦 他们已经看遍了所有能联系的医生 但无一例外 医生对他的情况都束手无策 渐渐的父亲也对他的治疗不再抱任何希望 他甚至劝母亲最好早点接受这个事实 直到这天海伦不小心打翻了婴儿床 把床上刚睡着的弟弟摔到了地上 好在婴儿床跟地面的距离并不高 弟弟安然无恙 母亲拉着海伦说你不能这样做 哥哥却在一旁嘲讽道怎么不行 只要他开心就好 父亲也气愤地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你不把他送走我就把他关起来 母亲认为海伦只是想说话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 不能把他当成疯子一样关在阁楼里 或许是为了让妻子尽早地认清现实 父亲打算再给一个曾治好了盲人的医生写信事实 医生看后也表示对海伦的情况无能为力 不过好心的医生给他们介绍了一所盲人学校 由于海伦还太小 父母不愿意把他送到学校 于是学校就推荐安妮去当海伦的家庭教师 虽然刚从学校毕业 但学校相信安妮一定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因为他不仅是盲人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还和海伦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 他出生时很健康 三岁是因为疾病丧失了视力 在漫长的黑暗中陷入了无止境的恐惧 之后他时常用愤怒发现内心的不满 幸运的是 后期一共进行了九次手术 勉强恢复的一些视力 虽然现在他依然无法知视强光 需要佩戴眼镜才能看清眼前的事物 但现在的他已经对此很是知足 海伦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正是曾经他经历过的 甚至从某些程度上来说 安妮的命运比海伦还要悲惨 他需要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而担忧发愁 也时常经受命运反复的璀璨和嘲弄 同时也正因如此 他比海伦更懂得如何与黑暗共处 如何突破命运的枷锁寻找自己的路 除此之外 安妮缺乏顺从他人的智慧和才能 所以他不容易被他人语弄更难以被取悦 而这些正是教育海伦所需要的难得的品质 告别学校之后 安妮踏上了前往海伦家的火车 海伦母亲对安妮很好奇 你会怎么教一个又狭又翁优雅的孩子呢 安妮认为 如果海伦只是感官受损而不是心智受损 那他就一定能够学会语言 语言对于心智来说比明亮的眼睛更重要 母亲在路上一再承诺 只要你能帮到海伦 我们会尽可能帮助你的 来到家里 一家人都希望安妮先休息下 然而他却着急着先见到海伦再说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 海伦虽然听不见看不见 但却可以通过嗅觉确认安妮是个陌生人 他走上前就要抢安妮手里的行李箱 安妮想要通过手的触觉跟他沟通 结果却被他直接甩到了一边 同时他的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 打开行李箱后 他把安妮的东西扔了一滴 直到摸到安妮为他准备的洋娃娃 才安静了下来 他摸了摸洋娃娃的脸 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对这个跟自己长相类似的玩偶很满意 他用手拍了拍洋娃娃 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仿佛在问这是给我准备的吗 见此情形 安妮立刻抓住机会 用手是在海伦的掌心拼下洋娃娃的单词 想通过触感让海伦明白 现在接触的是什么 没想到海伦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 安妮只教了一遍 他便能顺利地做出来 然而哥哥却认为 他不过是个聪明的小猴子而已 安妮觉得只要他能学会模仿 早晚有一天能够理解这些单词的意思 他拿走海伦手里的洋娃娃 让他用手再拼出来洋娃娃的单词就给他 希望以这样的方式 让他理解所拼写单词的含义 然而海伦并不懂什么意思 只想尽快拿回刚刚到手的洋娃娃 看着招型不同 安妮又拿出来一块小面包 嗅觉灵敏的海伦立刻被蛋糕的甜香味吸引 安妮掰下一小块塞到她的嘴里 接着又教她蛋糕的拼写方式 当她能正确拼出的时候 安妮就给她一块小蛋糕 这让海伦终于明白 只要照做就能得到想要的 于是她学着安妮的手势拼出了洋娃娃 安妮也终于把她想要的洋娃娃递给了她 没想到下一秒 她却狠狠地砸在了安妮的脸上 随后快速磨出了房间 把门反锁并拔下了钥匙 然后开心地带着钥匙离开了 这一幕全被一旁的哥哥看在了眼里 就这样她给第一天来上课的老师 好好地上了一课 晚饭的时候 父亲迟迟不见安妮下来吃饭 当得知她被海伦锁在了房间 母亲翻遍海伦的身上也没找到钥匙 父亲只好找来梯子 把安妮从耳罗的窗户借了下来 这操作引起了所有仆人的围观 走出房间的安妮在水井旁找到了海伦 海伦确认四周没人之后 便从嘴里拿出了藏着的钥匙 然后从井口的缝隙逗了下去 她想以这样的方式把安妮从家里赶出去 经此一事安妮十分确定 海伦的心智不仅没问题 并且还非常地聪明 如果好好地教导 肯定能让她跟外界沟通 但怎么才能在不伤害她的情况下管教她 成了安妮比较头疼的问题 她正在给自己学校的老师写信求助的时候 悄悄莫来的海伦 海伦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 她想趁机教海伦墨水该怎么拼血 并让她拿着钢笔感受墨水使用来干嘛的 结果却被海伦用钢笔戳在了手上 然而让她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母亲看到暴躁的海伦不仅没有惩罚 反而是往她的嘴巴里塞了一块汤 这让安妮感到非常地震惊和无措 这么做只会让海伦认为发脾气是对的 她的性格也会变得愈发偏激和暴躁 然而海伦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家人对海伦的溺爱也不仅是一颗糖那么简单 次日早饭的时候 一家人都坐在餐桌前 唯独海伦围着桌子转 并且直接用手抓别人餐盘的食物吃 而一家人对此也表现得早就习以为常 这让安妮十分地不理解 当海伦要抓她餐盘食物的时候 她却坚决不允许 母亲说如果你感觉食物被弄脏了 可以让庸人再给你拿一个餐盘即可 不然她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父亲也认为 没必要因为一个餐盘而破坏了早餐的气氛 并且还要求安妮别再抓着海伦 这让安妮十分地无语弹由不得不照做 然而海伦并没有罢休 她换个方位想继续用手抓 安妮想要阻止 海伦就直接用脚踢她 看打不到目的 海伦就直接蹲坐在地上打滚 看到这一幕的母亲急忙起身指着安妮 还声称这只是一件小事 父亲也让她对海伦多一些同情心 但安妮看到的却是 一个被你爱的孩子在耍脾气 正是因为你们的同情 才会让海伦更加有恃无恐 从而导致整个家都被她用手脚摆弄 如果想要端正她的行为 就必须脱离你们的环境 如果你们不愿面对她耍脾气的事实 我什么都教不了她 因此她希望全家人都离开房间 她要单独好好地教导下海伦餐桌的礼仪 因为之前承诺过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安妮 母亲只好把她们都请了出去 把房间门全部反锁 又拔下钥匙后 安妮把餐桌边缘的食物全都往里面推了推 海伦摸不到食物 又开始躺在地上撒破打滚 安妮假装没有看到 坐在椅子上开始享受早餐 闻到食物香味的海伦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想要伸手去抓安妮餐盘的食物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听着房间内传出的杂乱的声音 父亲认为安妮的教学方式太过粗鲁 如果她不愿意改变教学态度 就直接把她解雇 最后经过一个上午的折腾 虽然房间内的一切被搞得一片狼藉 安妮也被搞得狼狈不堪 但她终于让海伦学会了用勺子吃饭 听闻此言的母亲顿时难以置信 接着这种情绪又转变成了对女儿的欣慰 这意味着她终于在海伦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 安妮认为执意要保护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唯一的希望就是教他们自己保护自己 这也正是我想教会海伦的事情 因为你现在对她是什么要求 将来她就会是什么样的 一番话让海伦的母亲敬佩不已 安妮想让海伦认识更多的单词 更好的认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然而由于昨天早餐事件的影响 海伦还显得十分害怕安妮 她正脱后便跑了出去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父亲看在了眼里 如果海伦一直在父母的身边 安妮的教学将无法正常地进行 一时间安妮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去外面散心的时候 安妮在森林里发现了一间废弃的小屋 这让她好像发现了一座新大陆 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教学场所 另一边父亲正因为早上的事情打算辞退安妮 还没等她把想法说出来 安妮却率先开口 询问森林中的那个小屋是干什么用的 父亲告诫她说 如果你想要继续留在这里 就必须改变教学态度 安妮一听后立刻反驳道 或许海伦此时最大的阻碍不是生命和失聪 而是你们对她毫无底线的踪容 只有认清这一点让海伦离开熟悉的环境 她才有希望赢得更好的人生 随后她便带着海伦父母来到那间小屋 并恳请他们将海伦完全交给自己管教 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接近和教育海伦 为防止她跑回家 你们可以绕路把她带来 这里离家里很近 你们天天都可以看到她 前提是不能让她知道你们来这里 因为担心海伦父母都显得犹豫不决 最后父亲虽然勉强答应了安妮的请求 但也仅仅只给了她两周的时间 如果两周后海伦还不能认可你 那一切都结束了 次日安妮便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哥哥帮忙拿行李过来的时候 还不忘嘲讽式地询问 你是打算把海伦绑在椅子上教学吗 看着安妮那严肃的神情 哥哥逐渐收起了笑容 她一脸认真地询问安妮 你怎么不同情海伦呢 安妮认为同情别人只是在浪费精力而已 如果觉得自己需要被同情 那就更糟了 一番话让哥哥彻底认可了安妮 我希望他们也没扫路 父母特意扰路两小时才带海伦来到这里 可面对这完全陌生的环境 海伦明显有些焦躁不安 她本能地上前摸索着什么 并开始用手势呼唤自己的母亲 母亲见状赶忙上前 结果却被安妮一把拦住 纵使心里有万般担忧和不舍 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 而久久得不到回应的海伦也终于意识到 母亲已完全把自己留在了这陌生的地方 于是她便开始肆意破坏房间里的一切 依次发现内心的惶恐和不满 不论安妮怎么劝导都没有任何作用 一直到夜深时海伦依然色缩在床底不肯出来 整整一天的时间她都滴水未尽 安妮一直蹲坐在床边也无计可视 最后她只好叫来了家中的仆人 当海伦闻到熟悉的气息终于愿意从床下钻出 但她依然对安妮有很强的抵触 安妮没有理她而是教仆人如何拼写蛋糕 海伦好奇地摸了过来 当得知他们两人在拼写蛋糕的单词 海伦就在仆人的手上拼写了出来 看她拼写的没错 安妮就给了她一块蛋糕 此时她已经明白只要拼写单词就有吃的 当得知安妮在叫仆人而没教自己 海伦嫉妒了 她把仆人的手甩到一边希望安妮教自己 而这也正是安妮想要的结果 最起码海伦能让她触碰了 当她正确地拼写出牛奶的单词后 安妮就把牛奶给她端了过来 吃饱喝醋后海伦便乖乖地爬上床去睡觉了 为了让海伦更好地感受大自然 安妮会带她穿梭在绿油油的田野之间 让她感受那夜孵过掌心的感觉 带她蹲坐在一片金灿灿的野花前 让她品味花朵情如心皮的芳香 带她坐在那缓慢而潺潺流动的溪水旁 教她感悟清凉的水流穿过指缝的径听 带她到马场亲手拿着苹果威马 让她感受与其他动物的亲近 带她爬到树上感受鸟颇壳而出的喜悦 希望她也能突破黑暗迎来新生 安妮会趁机将这些单词拼写在她的掌心 她想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让海伦认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 然而只是简单的比划 海伦仍然无法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 她并不明白什么是田野 什么是花朵 什么是水流 摊在她眼前的是一片陌生又模糊的世界 甚至有些时候 她会把水的单词错拼成苹果 也会把其他的事物扔成水 无论安妮怎么纠正都始终无济于事 转眼间两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半 母亲因为太过想念女儿经常前来看望 此时的安妮不仅学会了些真现货 吃饭的时候 如果没有勺子 她宁愿饿着 当看到女儿已经和之前判若两人 母亲满心的欢喜和欣慰顿时异于言表 可安妮却告诉母亲 海伦仅仅学会的单词还远远不够 她必须要明白其中所表达的意思 这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教导她 但母亲已经无法忍受更长时间的分别 不管安妮怎么说 她都仅仅只给了安妮最后的三天时间 接下来安妮只能抓紧每分每秒 带着海伦一遍又一遍地复习之前的知识 小海伦学习的也一场的努力 就连在水蒙中都在比划着所学的单词 最后一天父亲早早地过来接海伦回家 她觉得海伦已经懂了规矩彬彬有礼 看起来干干净净就已经足够了 小狗和她一样不知道单词是什么意思 但也能一辈子都过得很快乐 安妮希望再给她一周的时间 因为她不确定海伦回到家会不会又回到从前 然而父亲最多允许海伦待到下午五点 海伦抚摸着狗不断拼斜着水的单词 她还是不能理解所学的每个单词的意思 这让安妮非常的着急 她很想教会海伦地球上的一切 教会他人们所想所感所知所分享的一切 哪怕她能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也好 然而时间已经不够了安妮只能无助地哭泣 很快变到了海伦回家的时候 母亲迫不及待地将女儿拥入怀中 看着海伦被父母带走 安妮只有无尽的失落 这让她不禁想起了之前在救济院的生活 当时因为弟弟不幸身患重病 工作人员不让他们接触 尽管安妮拼命反抗也无济于事 没想到那次分开之后 她便和弟弟天各一方 如今她遇到了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 好似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她出自本能地拯救那个被黑暗困住的小女孩 又何尝不是在拯救曾经被病痛缠身的弟弟 父亲看到海伦的改变非常的欣慰 她认为安妮做的事十分的了不起 然而安妮却说 我暂时只教会了她这不能做那不能做 但我真正想教她的事她能做的事 这个世界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简单 事事迁就海伦就是对她的欺骗 我希望你能认清楚这一点 为了迎接海伦的回归 一家人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 当回到这个熟悉的环境 安妮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海伦先是把每个访门的钥匙全部拔掉 然后又把胸前的餐巾直接扔在地上 安妮每放上去一次 她就扔掉一次 安妮端走她面前的食物 她就开始踢桌子反抗 很明显她这是在试探一家人的底线 母亲认为这是她回家的第一天 没必要对她要求这么的苛刻 况且那只是条餐巾 又不是什么一碎的东西 就连一小时前承诺过 什么都听安妮的父亲也站了出来 她认为适度的宽容是可以接受的 一番话把安妮气得无话可说 只能乖乖照做 重新回到桌前的海伦 又变回了之前的样子 不仅扔掉了勺子和餐巾 并且开始拥手抓食物吃 不仅如此 她还要像以前一样抓别人餐盘的食物 安妮用手语表示这样不可以 结果就像她第一天破海伦一样 被海伦直接浇了一身的水 安妮再也忍无可忍 她抱起海伦淋起水杯 不顾海伦父母的反对 要强行把她带出房间 她希望海伦能像明眼人一样看东西 首先要做的是 让她自己把这个水壶灌满 父亲本想起身追上去 却遭到了哥哥的阻止 原来海伦不在的这两周 夫子的关系缓和了很多 并且哥哥也得到了 父亲工作上的认可 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安妮的功劳 如果再像以前一样过度纵容海伦 他们的家还会再回到之前的样子 这不仅对海伦没什么好处 对这个家也是一样的 一番话不仅让父亲的内心 逐渐平静了下来 还让她忠心地向儿子道了声感谢 另一边安妮将海伦带到了水井旁 她要让海伦自己去把水壶装满 随着清澈的水流从井口中流出 安妮把海伦的小手放到了井口 让她感受缓缓流淌过手心的水流 而随着水流缓缓流入手中 海伦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一场凝重 手中的水壶也因此摔在了地上 她好像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触 这种清凉中夹杂着一丝力量的水流 好似一道耀眼的强光瞬间将她的世界点亮 她将沾满清水的手放在嘴旁细细品味 接着又似乎努力想要发出水的发音 安妮健壮立刻加大了一度 然后沉寂在她的手上拼写水的单词 直到此刻海伦终于顿悟 她的脑海不再是悬浮于表象的毫无意义的单词 而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五彩斑斓的世界 她在水泵前参悟了水与世界之间的奥妙 堪比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顿悟成佛 但安妮要做的还远远不够 她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海伦表示 什么是水泵 什么是大地 什么是花草 什么是环宇 海伦从未见识过眼前的世界 也并未看到过那些浩瀚的景象 但那些景象又好似像一幅画般摊开在她的眼前 为她的内心助力了一盏永不凋灭的明灯 而当安妮激动地叫来海伦的父母时 她还主动让安妮教会自己母亲的单词评写 接着是父亲 是老师 最终是亲伦 是爱 同时正是因为安妮无私的爱 才点亮了海伦原本灰暗的童年 让她内心的那展明灯辉煌地照耀了这个世界 而在安妮接下来的余生中 也一直以老师的身份陪伴在海伦的左右 如果说海伦凯勒的故事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那么安妮沙利文老师就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 奇迹的缔造者是由导演纳迪亚塔斯指导 海利凯特·埃森伯格和埃利森·艾略特主演 上映于2000年的美国剧情电影 美国作家马克·土文曾说过 19世纪有两个奇人 一个是拿破仑 另一个则是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曾在他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 讲述了虚构自己有三天的视觉 以及要做的事 他的第一天奉献给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朋友 第二天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历史 第三天他进入城市 来到了为生活奔忙的人常去的地方 但在这三天的光明之中 安妮沙利文老师一直以一种无形的方式陪伴着他 是他将海伦从无止境的溺爱 无边际的黑暗中拯救出来 是他塑造了海伦凯勒心中那残缺而伟大的灵魂 同时也正是他的教导 完美地诠释了老师之呼吁教育的意义 教育的本质是以一个灵魂起敌另一个灵魂 对于一个特殊儿童 我们需要给予的不只是关爱和一味的顺从 我们更应该教会他们如何去生活 如何发挥自己的残余感官的最大作用 如何在生活中照顾自己 甚至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也不应该放弃每一位特殊儿童 相反应能发觉到他们内心掩埋的潜能 我们就是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的老师 也能够帮助他们摆脱特殊痛苦的伴侣 我依稀记得海伦凯勒的那句 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 曾震撼了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心灵 至今或许也依旧改变着成千上万的人生 而在这句话中透露出来的爱和向往 才是海伦凯勒燃烧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光明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